天窗对于许多人来说 怎么一年到头都用不了几次 尤其是在容易下雨的地区 更是难得打开了 这就不由得让人觉得天窗没什么用处 甚至可能是车主为了彰显自己的面子 而厂商又为了增加收益的一个产品 实际上则不然 天窗的存在是有其一定道理的 首先作为窗户的一种 通风透气是它的基本作用 由于平时开车经常是在一个密封的环境中 所以行驶过程中 车厢内的甲醛等有害气体容易聚集 对人体形成危害 行驶时 看过天窗有助于这些有害气体的排除 改善车内的环境 其次许多车主在夏天都会明显的有感觉 当车子经过一段时间的暴晒后 车内的空气热得让人难以忍受 没有天窗的车子 就只能通过开空调来享用 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油耗 如果有天窗就好多了 由于热空气较轻 打开天窗 这些热空气就很容易排除 散热快 而且节能环保 何乐而不为 实际上天窗还具有逃生的作用 不管是当停放车子时 被别的车堵住车门 还是落入水中 车窗和门难以打开 天窗都可以作为逃生方式之一 所以多了一扇天窗 就相当于给自己多留了一条求生方式 其实天窗不仅仅是平时人们所认为的 作为车子的装饰或者是为了提升车子的逼格 它更以自己的实用性而存在 所以关键时刻 千万不要忽略了天窗的状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